2015年跆拳道市井赛 女子67公斤及以下决赛 台湾选手庄佳佳立刻土耳其进敌 伦敦奥运鹰牌塔塔尔 成功夺金风后 庄佳佳透过电话说 台湾是最棒的 国中教育会考今天登场 全国共有83件违规 但都不是严重无弊行为 违规最多的依旧是把手机带进考场 和一场位于海边的海水泵式 海水电解式的窗型冷气 下午故障起火冒烟 台电表示目前已完全扑灭 不影响海水泵式冷却功能及机组发电 也没有河岸的疑虑 中午12点57分 气象局在台北侧站测得35.6度的高温 为今年台北最高温记录 全台各地也都有30度左右的高温 气象局表示 明天期到下周二封面将带来水汽 届时台湾各地皆有短暂局部阵雨 新台湾在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Base Card